大家好 我是来自德国的尼克 今天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演出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今天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与大家打个招呼 祝大家笑口常开 幸福安康 接下来 我与高老师给大家唱一段快板快速连唱 武松赶会 竹板慢打 响叮当 表一表 英雄的好汉武二郎 那武松学圈到个少林寺 功夫练到把念上 他专门爱管不平事 他的除薄安良走四方 说这一天 武松回到他的家里就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 哥 刚才我听说冬月庙上几个会 兄弟我来要往我会上去观光 武大郎 闻听我送要赶会 走上前 抓着手帮开了墙 我这小兄弟 可了你嫂取少叉 饿了你嫂整赶梁 你若是仙侠美有事 在那后华院的验道墙 千万别替去赶会 赶会哥 怕你脑脊黄 这几年你这不在家 咱们这里可比亡年大概唱了 董月庙早前就叫董月庙 现如今撑了燕王汤了 原来是长家忘家当回首 现如今是离家五虎八的行 东庄上有一个离院外套 我个儿子真硬帮 老大金强叫离贵 老二花刀明离港 老三这个外号批照里 老四的外号拨露堂 那像我生旧的半拉 鼻子一指言 他这个外号下炮着 他们无格不相整 为这阿会上抢姑娘 兄弟您要看见了 定人愣当者一装 他们无格不佛趣 哥就怕你会上脑脊慌 以我说算了吧 算了吧 你趁早别找不力量 五大郎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气坏了英雄好汉 五二郎 哥 我今天非要去这个东月庙 我非要到这会上去逛逛 我看看什么样的金香叫李贵 什么样的花刀叫李刚 他怎么编这个田斗里 他干什么用这个胡楼仓 我找着这个瞎小五 我点点他这个瞎炮着 五大郎以拔没拿住 阿三一二五松 打了个剑步出了庄 他迈开了大步朝前走 不大伙来到了会场上 这个大会真热闹 做埋做埋的乱战呢 五松他这里刚粘本 哎 有打对面过来了一只眼儿的瞎炮着 别看这个小子模样长得丑 他穿的戴着个真漂亮 艳赤这个草帽头上戴 周围都用短边箱 扬皱的大罐板配置 白骡子的小罐露着胸膛 白骡子的裤子卷着裤腿 他拉着福子里的断鞋以上 手里边拿着个白褶事 他是呼的呼的扇着梁 这个瞎小五他敢会 是男人群里他不去 他是专门经招女人行 小媳妇说话他就说话 大姑娘说话他也搭枪 他瞧瞧这个小媳妇啊 他瞧瞧这个大姑娘 他瞧瞧这个瞧那个 耶 牛打对面 牛牛捏捏过来 一位大姑娘 嘿 这姑娘长得个真漂亮 双旧这个商官下窄瓜子脸 这个尖尖的下坑高臂凉 大大的眼睛 小小的口说话可没见嘴光感 元宝这个耳朵分左右 雪白的脸的红腮帮 大说不过十八岁 这个小说实际也相当 这个小小姑他越看越爱看 走上前 拉住了姑娘开了枪 娘敢会吗 敢会不怕晒的话 你可怕你饿吧 短牌饱来你尝尝 你若是不可以也不饿 走吧娘跟我家的去买趟 你也好我也好 就好比子女配牛郎 您见过一只眼的牛郎啊 这个姑娘吓得个直哆嗦 我的是低下头来捕大枪 这个李小五他拉着姑娘就要走 在一旁气坏了英雄好汉母二郎 心里说 哎呀 这当事我再不管 我这肚子就要憋长疮 想至此 右手一只高声喊 呆 叫得上一只眼的瞎巴掌 哎呀什么动静 小小五这边一牛链 乖乖 这个大个儿咋着这么长啊 他见五松身高足有一张二 绑大腰云有力量 脑袋瓜子晒麦豆 这个俩眼一当三个铃铛 他的胳膊好像防身的铃 拳头好像打油的行 巴掌足够过去的手指头 不冷冷半吹长 哎怎么回事大个子 要赶回你好好赶 你别再找这个不顺当 五松说 嘿 我从小有一个怪脾气 专门号召不顺当 打刚才呢 我看你小子就有气 你让你二爷肚子里边憋得慌 你敢会 为什么男人群里你不去 你是专门经招女人行 哎呀 男人行来去敢会 男人行我怕急的慌 怕急你不敢来敢会 你不会坐在你们家的炕头上 哎 你这个大个说话嘴里臭啊 你的嘴里也没舍香 哎 你这个大个不降礼 降礼啊 降礼为什么抢人家的大姑娘啊 俺的事儿 你少管 你爷爷好管这一桩 爷爷 你怎么长口酒占爷爷本 哪一个愿占孙子哈 哈哈哈哈 我生来就是个爷爷本 剩下的孙子叫你当 你要当了两拉刀 你不让我揍你两巴掌 哎 我贫了吧 对了吧 我给这个大个儿开开一趟 下下屋头上的帽子麻了去 吹那声拔了光几娘 眼看着就是一场战 下一回咱再接着唱